嗨 大家好 我是Horace 今天來跟大家講如何快速擁有一張貓頭鷹的顯示卡 首先你要有一張顯示卡 這是我之前在蝦皮買到一張2060 Duo 那它的散熱模組其實是跟2080版本一樣的 那其實本身就已經有到大概2.7槽的一個厚度 那算是其實也是蠻厚的 那等一下我會把原廠的這個風扇做一個移除的動作 然後把兩顆貓頭鷹的A12的風扇 看能不能給它這樣子裝上去 那我這次固定的方式會用髮圈 其實橡皮筋也可以啦 但是髮圈材質比較好 而且如果你要給女朋友或是媽媽用其實也都可以 我覺得還不錯 那我們就來進入拆解安裝的部分 好接下來你可以看到像它這個側面都有一個小螺絲的一個部分 那等一下就把這六顆螺絲給送下來 那我們就可以來拆顯示卡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拆這個散熱風扇的螺絲 那接下來我們來拆這個散熱風扇的螺絲 這樣就可以把整個散熱模組給拆掉了 那等一下我們再用一個風扇轉接座把它安裝上去 這是一個小試PIN2大4PIN的一個轉接座 那接下來是用這個髮圈來固定它 可以看到髮圈本身的固定的張力是還蠻緊的 你看不出現在 hai2個 technology 雙手眉的一個髮圈立行 shook 就可以讓貓頭鷹散有個基本的固定 那我們再按裝第二個毛膝 那你可以看到我使用了4個髮圈 來把貓扇做一個徹底的固定 線材跟8pin的位置 算是固定的相當好 那我們就來上機測試吧 那基本上是沒有聲音的 你現在聽到的剛剛那些聲音 都是我把音量放大到12dB以後 你所錄製的這樣子 那主要都是我搖桿 嗲嗲嗲嗲嗲的聲音 還有一些電感你靠近的時候 會聽到一點輕微的滋滋的聲音這樣子 那總而言之這個2060 貓頭鷹版本大概是這個樣子 詳細後面的溫度轉速 我會再另外整理個影片給大家 今天就先剪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是Horst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